你好 欢迎收看4月1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江碧任 首先带你来关心的是 近日网路上流传着 山战溪是否假借书郡的借口以怪手开挖 导致生态遭到了破坏 或者是否要施作清水设施等说法 针对此项争议 三传村的村民林一郎表示 山战溪目前进行的河道整理作业 是因为讯奇来临前的紧急应急措施 并非是网路盛传着所谓的书郡工程 更没有所谓的清水设施的计划 山战溪每逢雨季以及台风来袭的时候 河水即将会暴涨 水位超过警戒线 山战居民必须展开紧急测寸的计划 然而山战社区居民进出唯一的连路道路 因为处于山战溪河段转弯处的河川攻击面 道路下偏颇已经有遭掏刷的情况 为了保护当地居民的生命材的安全 并且符合河川管理办法规定 县佛财规划进行书在房溪之前完成核道整理 以保护道路下偏颇的房溪准备工程 近日在网路上流传 山战溪是否假借书圈的借口以怪手开挖 导致生态招作破坏 地位陈寅华林服务处主任林朗表示 对网友的关心她是相当的感谢 而华林区政府制作这项工程 最主要是进行核道整理的作业 显然县政府是有来做 但是做法好像跟我们原先的 原先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不太一致 我想在网路上 大家在这里蛮热烈的讨论 尤其是我们在地的一些年轻的学子 针对目前的这个工法 有非常大的意见 据我了解 谢府好像有意要在我们这个下游摆放消破块 这个大大的本末导致 现场建设处从容也现场说明时座的情况 现在就是这个河道的部分 我们就把它破坏 然后一样 现在这样子是正常的 那水流OK 这样就好了 那这边我们就跟上面就讨论一下 OK 然后我们当然是就是都以这边的人为主 就是以宣明的这个安全性 对 欢迎设计划处表示 河道整理则是以工程手段 将河道内预计土石 挖除滩坪与河道内水流通几处 地挖处提前高担地或其他适当地点 细在挖坪平衡之下河川整理 以稳定流面加速的宣泄 河道整理对影响生态是无可避免的 然而在捐继核防安全 以及减少生态破坏的原则之下 河道整理属于对生态冲击影响相当轻的工程措施 才就地取材的方式施工 可以加速自然恢复的速度 记得终于新闻小伙论